高考后 嫂子收到了一条 自称是本事教育局的短信 短信称 发现侄子有作弊行为 需要缴纳30万消除作弊记录 否则本次高考成绩将会被判零分 我告诉嫂子 这是诈骗短信 劝她不要相信 谁知分数下来后 侄子的高考成绩真的没零分 嫂子一家 把这所有责任都归咎到我头上 要不是你多事 我家光宗现在也该填志愿了 原本是上床下着实中心 青州已过万重山 现在好了 都被你毁了 侄子也对我愤恨不已 他们所幸恶意毁掉我的保研资格 将我的档案打开 全部撕毁 最终在争吵中将我推下天台 导致我丧命 再次睁眼 我回到了嫂子收到短信的时候 这一次 我选择冷眼目睹 上一世 我摔下天台的滞空感与痛感 还没缓过来 在睁开眼的时候 刚好看到嫂子慌慌忙忙地拿着手机 从卧室跑了出来 许悦 你回来了 你来得正好 快帮我看看这条短信 看到我在客厅里站着 嫂子像是找到主星谷一样 急匆匆地就向我走了过来 迫不及待地拿起手机 给我看上面的内容 我愣了愣神 眼睛不自觉地扫护手机屏幕 映入眼帘的 依旧是那段熟悉的话 A市教育局 许光宗同学 您在612日中午9 001100数学科目于监控回放中发现 有明显向26号位置暗示行为 本次好事成绩被判零分 如有疑问 请致电A市教育局 下面还附带这一行11位的电话号码 这可怎么办啊 我们光宗可是能上A大的料 可不能被击零分啊 这绝对是误会啊 听着嫂子急切的声音 在结合这熟悉的一幕 我当机的大脑终于开始转动了起来 上一时也是这个时候 嫂子急匆匆地拉着我问我该怎么办 我安抚她说这是骗子的诈骗手段 每年高考完 这种诈骗方式都层出不穷 怕她不信 我还翻出来了官方防止被骗的友情提示 还有A市教育局真正的联系电话给她看 在我不厌其烦的分析下 嫂子终于接受了我的说辞 这下一向望子成龙的嫂子彻底崩溃了 她不相信许光宗只能考这么些分 不可能啊 她平常一模二模都考得特别好 分数就算够不着清北 上个985211是没什么问题的 早在我侄子高三这年 我嫂子就到处跟街坊林就说 自己的儿子是多么聪明 简直是文取星在世 每一次大考都有很明显的进步 男孩子嘛 就算以前贪玩 可还是很有后劲的 这不一下就追上来了 所以她认为 一定是因为没有回复当初那条短信 才导致没有补救的机会 她把这一切原因都归咎到我头上 认为是我见不得许光宗好 才故意拖着她 不让她去回复那个诈骗团伙的短信 而许光宗见词也装起了无辜 我当然不是作弊啊 怎么可能吗 要不是你说这是诈骗 我们肯定要去申请查卷看监控的 明明考试成绩很不理想 她却像是放下心头一块大石 略带着轻松无奈的笑意说着 况且要不是你 我们家打脸一下 肯定也不至于考现在这个分数 哎 真是被你害死了 她这一番话 更是勾起了全家人的怒火 父母和嫂子一家一致认为 我是要毁了老许家的毒苗 顿时对我的态度冷淡到了极点 而嫂子则是其中最恨我的 认定是我葬送了她儿子的光辉前途 因此她不希望我的大学 反反复复的打骚扰电话 写各种举报信 硬是毁掉了我努力了四年 才得到的保研资格 而那个学校交给我们时 说千万不要打开 到时候交给就业单位的档案 也被她打开 彻底撕毁了得干净 我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你 她发疯似的将我拉扯到了天台 在政治中将我推了下去 之后见我断了气 他们还一起伪造出 我失足摔落意外死亡的假象 利用我的意外死亡保险赔偿 给许光宗报了最好的复赌机构 中火也是 我决心不再插手侄子的事 这一次我要保护好自己的命运 也尊重他人的命运 想到这里 再看着一脸忧心忡忡的嫂子 我也换上了担忧的表情说道 这么乖的孩子怎么会作弊呢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等光宗回来 问问他当时的情况 再下定论吧 听我这么说 嫂子猛然回过神来连连称事 紧接着就拿起手机 拨打了光宗的电话 热令光宗立刻回家 然而电话那头传来 光宗不情不愿地抱怨 我正在打台球啊 高三那么辛苦 我都熬过来了 现在放松下都不行 有什么事晚上再说也不迟 挂了呀 听着电话传来嘟嘟的挂断电话的声音 嫂子气急败坏地又打了过去 却发现一直显示盲音 这小兔崽子 反了天啊 嫂子的急的声音都带上呼腔 见实在联系不上侄子 就开始给正在上班的我哥打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了 嫂子急匆匆地向我哥说明了情况 听到光宗的成绩 可能会因为作弊被取消 我哥也开始急了起来 连忙说晚上早些回来商量对策 又透过电话叮嘱 我也帮忙想想办法 打了电话后 嫂子开始无助地在客厅里躲步 我见此赶紧借着买菜的油途出了家门 出小区的时候 门口的几位老太太看到了我 笑着跟我打招呼 这不是许家姑娘吗 前几天听你嫂子说 你们家光宗超场发挥 有希望能上A大 先提前恭喜了呀 人家小许打小 学习就好 人也懂事 光宗多半是随了姑姑了 脑袋瓜子好使 天天出去玩还能考得好 听着这些人的奉承 我已经能够想象到 嫂子这些日子 是如何吹嘘许光宗的成绩了 而嫂子不知道的是 所谓的超场发挥 不过是光宗为了提前 让嫂子心甘情愿 为她的新款水果手机 买单撒了谎罢了 然而我闭紧嘴巴 一言不发 只笑咪咪的跟众人问好 有关高考与成绩的讨论 半点也不掺和 等我溜达了半天 买了一袋子菜回去的时候 他向我哥已经回家了 而父母也从厂里赶了回来 他们正围着桌子 讨论的不停 见我回来 我妈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看着我 没难的说 小月呀 刚刚我打电话 又问了问光宗 光宗说她的确考试的时候 无一看看别人而已 绝对没有抄别人的 所以可能真的是被误判了 刚刚我们给短信后面 这个电话号打了过去 他让我加了高考巡查组的组长 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是读过书的文化人 你来看看 我文言放下了手里的菜 走了过去 拿起了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发现对方刚通过了好友申请 看着上面成功人士的头像 还有高考巡查组组长的昵称 我嘴角抽了抽 这么拙劣的诈骗方式 也只有我这些亲人会相信了 虽然心里默默吐槽 但是手上也没闲下来 在看到他发了你好后 我赶忙把手机塞到嫂子手里 这我不敢擅自做主 你们才是光宗的父母 现在的每一句话 可能都关系到他的未来 还是你们来吧 嫂子满头大汗 在键盘上反反复复的删感语句 好半天他们才商量出几句话 发送了过去 你好 我是今年某某考点考生许光宗的家长 听说我们家光宗 今年考试数学一次作弊 可能会被取消成绩 麻烦告诉一下 我们该怎么办 可以复查吗 对面很快发来了消息 这很难办啊 这种情况下成绩应该是直接被取消了 求求您通龙通龙吧 我们家光宗还要考A大 数学成绩可千万不能为零啊 拉扯一番后 估计是到了火候了 对方也不在估计 含蓄的说只要30万 不光可以给光宗恢复成绩 还能联系判试卷的老师 给光宗多判一些分数 保证光宗能上A大 得知这一消息 沙发上坐着的父母和歌嫂 全都激动的弹跳了起来 毕竟只要花30万 就能进入顶尖学府A大 这绝对是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 可是兴奋过后 大家又发起了愁 毕竟30万不是个小数字 也不好一下子拿出来 嫂子连忙又发了消息过去 您通融几天 30万我们一定想办法给您打过去 对面紧接着发来了一串卡号 叮嘱嫂子 到时候直接打到卡上就行 又严肃地警告嫂子 这件事不可以外转 不然事情到大了 他就不好办了 嫂子讨好的连连称事 又说了一堆感谢的话 稳住了对方后 家里人又开始商量起 这30万从何而来 看见父母阴气的目光向我看来 我赶紧装出一副可怜像 嫂子 不是我不想借 我一个学生实在是没几个钱啊 上个月买了点裙子和化妆品 现在还欠几百块钱呢 上辈子是真心把他们当家人 总是用兼职的钱 给侄子买零食 求鞋 可是这辈子 与其拿着钱喂狗 留着自己花不香吗 见我摆出了这态度 嫂子不乐意地撇了撇嘴 这女孩就是养不熟 长大了心就不像个家里了 正大的是 还在令则手头上那几个钱 听嫂子这么说 其他人也不满得像我看来 好像不出这笔钱 就是全家的罪人一样 幸好我早有准备 刚刚趁着出去的功夫 将这些年辛苦存的钱 转到了另一张卡上 所以现在直接大大方方地 打开手机的支付软件 给他们展示了 一番我哥位数的余额 你的钱呢 看到这些 我哥明显有些急了 毕竟在他看来 我的钱就是他的钱 这个家里所有人 都在为他这个皇太子服务 如今 见我有私自花钱的嫌疑 他明显不满意了 前阵子 光宗要换新手机 你们说没钱 找我借的 然后光宗要出去旅游 也是跟我借的钱 我哪来那么多钱能拿出来 大学的助学贷款都没还完 我带上哭腔 你们能不能借我点钱 好歹让我把欠款还上 听我这么一番控诉 这家子人才心虚了起来 然而他们很快开始不满的埋怨 一边说什么上大学也没用 挣不来钱 一边又嫌弃我没能力 不能月入几十万 让他们少奋斗几年 这种话两世加起来 已经听了无数次了 我也麻木了 懒得同他们争辩 便直接回了房间 晚上光宗一回来 嫂子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他 这好消息 妈 你的意思是我能上A大了 对啊 我的好儿子 虽然妈知道 就算不花这个钱 以你这么聪明的脑袋瓜子 上个A大了 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光宗 忙说还是花钱吧 就当时图个安心 你放心 区区三十万 哪怕妈砸购买帖也得拿出来 有嫂子这番豪言壮语 光宗放心了 我也放心了 本来还怕他反应过来 不上这个档了 没想到嫂子这么上 赶着给人家送钱 那我就放心了 为了避免这家人继续缠上我 我借口去外省打暑假 兼职 能赚更多的钱 听我要去赚钱 家里面人也没拦着我 直接就爽快地放我离开了 自从得知 光宗只要有钱就能上A大 嫂子他们整个人都飘了 走到哪里 都要显白显白 家里要出一个A大的高材生了 父母更是大放豪言 说是到时候 大摆三天流水席 给光宗半生学宴 到时候邀请大家去捧场 因为动静太大 甚至将当地的记者 都引过去采访了 面对镜头 嫂子先是夸赞了 一番光宗智商高 虽然平时不怎么学 但是偏偏考试的时候 超常发挥了 接着嫂子就开始滔滔不绝地 分享起了自己的育儿秘方 显然已经端上了 状元家长的做派 我们家这个儿子 是从小到大不操心的 到了高三 其实就是靠自觉 而我通过手机 刷到了短视频平台的这一幕 尴尬的脚趾 抠出了三十一瓶 不过没关系 现在将它们捧得越高 到时候掉下来就摔得越惨 大话是放出去了 可是毕竟现在 最关键的钱还没有着落 父母在厂里上班 挣不了多少钱 我哥在单位当小职员 一个月挣的钱 刚够家里温饱 嫂子没有工作 还是小乐派 花钱大手大脚的 这些年来 家里也没什么存款 所以想凑够三十万 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眼看离约定的日子 越来越近 家里的人开始急了起来 他们开始四处借钱 可是一方面要借的钱太多 另一方面又说不出来 借这笔钱要做什么 所以没有人真正愿意借给他们 嫂子成天指责父母老不忠用 又不断地我哥压力 说他们想毁了许光宗 这颗许家独苗 并急乱投衣的父母 开始打我的电话 让我想办法给凑点钱 面对父母的要求 我开始语重心长地 给他们讲道理 光宗能上 A大 这是天大的好事 为此付出区区三十万 根本不算什么 不如再网上带点 你们每个人带五万不就够了 现在铺天盖地 到处都是网贷的广告 我装都是无心地说了这句话 又连忙道 不过其实家里 不是还有套老房子 可是这是现在我们在住的呀 卖了我们都得流落街头了 走投无路的父母 终究还是挑了一个 所谓的零底压 BCD的网贷平台 带了三十万 再出高卡成绩的前几天 巴巴地给你卡号打了过去 对方收到钱后 又是一番拍着胸脯的保证 说能让许光宗考上700分 A大肯定稳了 有了他这番话 家里面人才像吃了定心丸一样 只待高考成绩下来了 眼见A大稳了 许光宗俨然成了家里的功臣 开始在家里呼风唤雨 和哥嫂和父母每天要交纳 今天要最新款的电脑 明天又要联名款的跑鞋 嫂子对他自然是有求必应 直到没钱了 又打电话过来跟我要 为了稳住他 我给他打过去的一千 说工资没下来 这是我全部家当了 嫂子骂骂咧咧的 收下了这笔钱 收了钱还指责我这个姑姑小气 说以后我要是生不出儿子来 也不会让许光宗给我扬往送中 接着又给我发了网上 A大毕业生晒出来的高大上的工作 和高额的工资条 洋洋得意的说 以后许光宗也会这么优秀 看着他这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我嘴角勾了勾 就让他们先开心几天吧 反正马上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过了几天 终于到了查成绩的晚上 一家人连夜守在电脑前 等待着出成绩 他们得来打电话叫我赶回来 我借口说太忙了走不开 便只能通过手机视频 与他们一同见证光宗的人生高光时刻 平常不出力 眼看光宗就要出成绩了 又想先殷勤了 见我在手机屏幕上出现 嫂子没忍住 开始对着我阴阳怪气 我们光宗有出息了 自然会知道谁对他是真心 谁对他是假意 听他这番阴阳怪气的话 我懒得搭理他 而是在一旁专心置之地刷着网页 虽然已经知道结果了 但是心里难免还是有点紧张 毕竟中火已是 生怕会有什么变故 直到凌晨五点的时候 分数终于刷出来了 看到一路眼帘的 依旧是熟悉的250分 我这才彻底放下了心 与我的心情截然相反的是 嫂子他们 他们显然无法接受这个分数 如遭雷劈 开始反复刷新界面 甚至重新尝试账号和密码 可是他们做的这些 显然是无用功 数学内栏的零分 和总分的250分 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挣扎而改变 尝试了一番后 你不是说我能上A大吗 我都跟兄弟们炫耀了 而且斑花也答应 如果我能考到A大 他就和我谈恋爱了 全被你们毁了 见到许光宗这番 不但不反思自己 还指责家人的行为 父母等人不但不生气 还纷纷上去安慰他 说会再给他想办法的 稳住了暴躁的许光宗后 嫂子开始急匆匆的拿出手机 去质问那个 所谓的高考巡查组组长 直到两个多小时后 对方才发来了回复 抱歉啊光宗妈妈 30万不太够 看到对面发来了的这个数字 嫂子像是卸了力气般 放下手机 前阵子能拿出30万 已经是不易了 这下子又要拿出50万 他也明白 家里真的一时半会 凑出来这些钱来 见嫂子这副样子 我哥拿过了嫂子手里的手机 看到这个消息顿时不乐意了 怎么又要50万 真当老子的钱 是大风刮来的吗 我看这就是骗子 就是来骗钱的 哦莫 对我哥真像了 就当我以为 他们要及时止损的时候 许光宗突然闹了起来 50万就给他50万 反正我一定要上A大 如果上不了A大 我还有什么脸去见兄弟们 你们给我想想办法 不然我就死给你们看 况且我成绩本来挺好的 也不知道是谁黑了我的成绩 肯定就是花了钱黑掉了我的 门言父母赶紧一口一个心干肉的 上前安抚他 生怕他偏激做出什么傻事 而嫂子见状咬了咬牙 红着眼睛看着我们道 好不容易有了门路 能让咱家出了A大的高材生 我不管 我们光宗一定要抓着 这次机会上A大 反正30万都花出去了 也不差这50万了 眼见他们逐渐癫狂起来 我努力抑制住自己上扬的嘴角 这也是我置身事外 没有缠我侄子的任何事 他们三番几次上当 总不能再埋怨到我身上了吧 趁他们混乱的安慰 明明已经成年了 还躺在地上撒布打滚的许光宗 我挂断了视频 不管他们是怎么凑到这50万 哪怕是砸锅卖铁卖房子 也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终活一次 不用操心家里的烂事 我赚钱的情绪高昂 努力赚着日后的学费和生活费 这次 我的保研资格没有被取消 而且一收到档案 我就立刻将它好好地保存起来 甚至隔了一天 就赶忙又继续上交给保研学校的档案室了 如今在家里人靠不住的情况下 只有钱和学历才能给我安全感 而家里人因为光宗的事情 愁得焦头烂额 原先采访过他们的记者 跑去回访都被赶了出来 网上舆论也彻底反转 一片嘲弄之声 成绩出来后才知道谁是真小丑 我跟他儿子一个学校的 他那些模拟考 自己是怎么考出来的 心里没点逼数吗 哈哈哈哈 不会是以为在高考的时候 也能用平常那套作弊的方法吧 因为害怕被人学问光宗的成绩 一家子人干脆窝在家里 并能不出商量对策 只消停了半个月后 我又收到我妈的电话 她在电话那头急匆匆地催我回家 说是有大事跟我商量 直觉告诉我肯定没什么好事 她在电话里慌乱地直哭 咱们家这房子要卖了 你爸被气到医院去了 你赶快回来吧 搞不好就是最后一年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以防万一我提前编辑好了报警短信 只带有意外情况的话就一键发送 回家后发现家里很平静 电话中在医院快死了的父亲 正沉默地在沙发上喝茶 除了往常的家人外 还有一个满脸猥琐的矮小中年男人 目光猥琐 不怀好意地看着我笑着 我强热地不是走了过去 这要质问父母叫我回来的意图时 嫂子迫不及待地起身 将我拉到了沙发旁 满脸殷切地安排我坐在了那个男人旁边 这时候坐在主位的我爸开口了 这位是你嫂子那边的亲戚 去年死了老婆 听说你也到了该出嫁的年龄了 他愿意出三十万彩礼娶你 并且承诺你如果能生个儿子 就再奖励十万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番话能从一个父亲的口中说出来 看着母亲也没有反对的意思 我的心彻底沉了下来 心里对这家人的期待值无限降低 也对 上一世踩着我的尸体 吃任人血馒头 为许光宗铺路的家人 我还指望他们能对我有几分心软呢 我稳稳心绪 躲开的那个猥琐男人 伸过来想要拉我的手 看着嫂子问道 他上院妻子 是因为什么原因去世的呢 见我这么问 嫂子魂不在意的摆了摆手 命不好呗 也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怀着孕的时候干了点活 没想到摔着大出血了 人妹就回来 这也是他运气不好 不过男方肯定是没问题的 肯定以后不会亏待的 笑死 指望妻子怀孕还要干活 导致流产大出血的男人 我还指望他能不亏待我 真不亏是我的好家人 为了钱这种男人 都能给我借上来 为了绝了他们的心 我直接了当地拒绝了他们 你们谁爱嫁谁嫁 反正我不嫁 说完 我打掉男人 快要摸上我大腿的手 提起包就要走 见我不配合 男人有些急了 你们家这姑娘咋这样呢 是不是钱不够 不够的话我再出十万 领了证就打给你们 听到男人这话 我爸和我哥 直接起身拉着了我 嘴里说着 这魂我必须解 光宗能不能上A大拳 靠我换来的这笔钱了 我妈和嫂子 只坐在那里冷眼看着 好像我反抗 就是家里的罪人一样 他们一边说着 一边将我推散进了房间 然后反锁住了门 门外传来了 嫂子恶狠狠的声音 有时候 有不得小孩子一时任性 门外传出 用钥匙开锁的声音 然而因为门被反锁 一时也打不开 外面依稀传出脚步声 似乎是他们 在寻找什么工具 来破坏门锁 而那个男人 似乎就贴在门板上 发出油腻腻的声音 妹子 你就从了我吧 乖乖给我生了儿子 好处少不了你的 你这叫强迫妇女医院 你知道吗 什么强迫妇女医院 你爸妈已经收我的钱 把你卖给我了 咱俩这叫名正言顺 我在进房间的第一时间 就用手机报了警 门外传出菜刀劈砍的声音 我咬牙将衣柜推倒在门边 想要多争取一些时间 正当传出电锯的声音时 外面传来了警笔声 趁着人们慌乱分神的片刻 我从被砍的破破烂烂的梦门中 将台灯向他脑袋砸了上去 见到这一幕 他们急匆匆地扶起地上 抱头打滚的男人 我趁乱跑出了房间 这时候警察刚好上门了 我讲述了一番刚刚发生的事 随后房间里的几人 便被带走调查了 直到到了警局 父母也依旧叫嚣着父母之命 这是他们给我挑的男人 我迟早得听从他们的安排架了 就算是警察 也不能插手别人家的家事 而那个男人 经过简单包扎后 也被带到了警局 正一脸英质地看着我说 要让我好看 直到警察告诉他们 这是违法的事 可能要坐牢 他们这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开始不停向警察求情 说自己是一时鬼迷心窍 做错了事 并且保证不会再犯 新官难断家务事 毕竟里面的那些人说 我的亲人 那个男人也是他们找来的 警察也不好做决断 无奈之下只能进行调解 小城大接了一番 便放他们回去了 这件事之后 我彻底搬离了家里 住进了学校 不再插手他们的事情 摆出来了一副 要与他们断绝关系的态度来 在我这里吃别后 父母也不再敢打我的主意 可是收了那男人的三十万 已经花了出去 那个男人天天上门 讨要这笔钱 还有带得那三十万的添加利息 他们终究开始着急了 开始四处想办法弄钱 可是这么一笔巨款 凭他们几个 跟得一时半会儿弄不到 忙碌了几天 反而因为矿工被扣了工资 更别说 现在我也摆出了 不想管他们的态度 他们也没办法 再从我身上捞到好处 无奈之下 几人商量着 把住的房子卖了 还能卖五十来万 填上这笔空缺 虽然是老小区 但是毕竟地理位置比较好 没挂几天房子就卖出去了 拿着这笔钱填了窟窿 一家子人无奈搬进了 狭小的出租屋里 现在他们真的是倾尽了所有 全部的职望 都在许光总考到A大 然后毕业之后 能年入百万 这样他们的付出 也能够回本了 嫂子还洋洋得意的 发朋友圈说 只有给孩子的投资 才是最重要的 为此哪怕倾尽所有 只要孩子有出息 那都是值得的 看到这句话 我被他的自我感动行为 搞无语了 眼不见心不凡 直接拉黑了他的联系方式 等到了高校开学的日子 在嫂子他们的催促下 连番保证说 能让许光宗敬A大的人 给嫂子他们 寄了一封录取通知书 还趁此又要了 几千块钱的手续费 有了这张录取通知书 这一大家子 彻底按下心来 轮番发朋友圈炫耀 甚至有几个亲戚朋友 都给我打来电话 询问这件事是否属实 一活恭贺我侄子 考入了A大 对于这些 我直接一笑了之 因为这张所谓的 A大录取通知书 也太拙劣了 他们甚至都不在网上查查 这个通知书的样式 还是A大前几年的老款 而且连名字都PY了 嫂子还特意打来电话 给我炫耀 说我当初没有为许光宗 考入A大做出贡献 也没有资格沾许光宗的光 他们要和我断绝关系 这我可求之不得 真诚地恳求他 以后别拿我当亲人 最好是能同我 签一个断绝关系声明 见我不吃这套 嫂子生气地挂断了电话 马上到了新生入学的日子 他们也早早地收拾好了 准备举家去送许光宗 到A市入学 然而光宗却表示 一定要培养自己的独立精神 一个人去上大学 我儿子是真的长大了 可这毕竟是你第一次出远门 我们一定要送的 嫂子一家人 最终还是决定 亲自去送儿子 进入这所知名学府 可是到了门口 没有 我们已经确认过三遍 怎么可能 这可是我们家花了 嫂子崩溃的声音 被迅速捂住 不出意料的是 那个录取通知书 不被A大承认 他们也不敢说出 自己其实是花钱的 最后在别人的异样 的目光和支持点点里 灰溜溜的离开吧 等嫂子在联系的人的时候 那人还试图让嫂子 交十万块钱 这个时候嫂子终于意识到 自己被骗了 开始抱着手机嚎啕大哭 让人还钱 那人见嫂子反应过来了 就直接把嫂子拉黑 还注销了账号 得知真相的父母和哥哥 把嫂子骂了一顿 我哥甚至还冲嫂子动了手 可是事到如今 生气也没有用 一家只好去警局报案 可是查出来 收款方是境外账户 所以很难追踪到 诈骗犯的位置 这说明他们一家子 大概率只能自己吃下这个亏 为了这个上A大的机会 他们可谓竹篮打水一场空 现在房子也没有了 当初以维稳上A大 也没有尝试过别的可能 许光宗现在也没有学上了 而且因为当初那个贷款的利息 还在不停地增长 催债的人隔三差五地 跑来暴力催还债务 他们几个人的工资 只够勉强还债 无力在支持许光宗复读了 看着周围的同学都去读大学 开始新的生活 而自己每天只能因为没钱 待在家里 还总是被家里人 催着出去打工赚钱 被兄弟们嘲笑 许光宗颜面丢尽 要不是你们上了这个档 本来这钱可以留着 让我出国留学 我考零分又怎么了 还不是你们没本事 他索性在家 没日没夜地打游戏 他认为自己的一切不幸 都是父母造成的 而嫂子见他在家里 这样瞎混了两年 终于有一天 绝对不能再这样下去 想让他少打点游戏 然而一提这事 许光宗就炸了 直到再一次 嫂子拔了网线 他在嫂子的争吵中 打起水果刀 连同嫂子好几刀 嫂子当场就断了气 而光宗也因为故意杀人罪 吃上了老饭 他们的这件事 还上了当地的新闻 当我看到新闻的时候 父母刚好打来了电话 他们的声音都苍老的不成样子 没有一丝火气 我直接挂断后拉黑 登上了去往国外的飞机 不出意外的话 未来的好多年 我都会被公司委派到国外发展 终于挣脱了像宁宁一样的家庭 自由的风都是甜的